你知道吗 我觉得人不能太勤快或者不能太能感 今天早上 很早我们朋友打电话说他车出现了问题 然后就问我 因为我们在作为我自己喜欢折腾嘛 所以有时候会研究一些车啊 自己维修啊自己维护 在我们朋友圈里面还小有名气吧 所以一般出现一些小问题啊 他们都会来问我 然后有些小问题我会帮他们解决一下 大问题他们就会就开到4S店啊 或者什么去解决一下 今天早上进周末嘛 本来想睡个懒觉 哎 没办法帮忙啊 你看后面的大爷都还在锻炼 所以啊人不能够会太多啊 会太多了不好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 致命的 性格问题就是不太会拒绝人 一般别人打电话或者别人有事 找你的时候啊 我就 不知道怎么去聚聚别人 这也是我们家老大总说的是吧 武汉话啊 我这个人比较差啊 比较差 哎 也包括 家庭上面也是一样的 哈哈 比如说夫妻俩啊 我记得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们那个 老领导跟我们说啊 他是男的 男的 男的 传授他的在家里面的那个 他的那种偷懒的办法 他 什么都不做 那时候我觉得还蛮 蛮羡慕他的 他的 教我们 他说年轻人啊 你们到时候结婚的时候啊 啊 什么都不要做啊 就算你会做你也装的不会做啊 哎呦 哎呦 好重啊 换一下手 你看 今天拿了修车的一些工具 后面带的 我所有修车的一些 工具 过去看一看 这个夫妻三方一般都是 一个懒嘛 一个勤快嘛 不可能两个人都很勤快的 也不可能 两个人都很懒的 对吧 所以总有一个 啊 勤快的人 那就看谁了 哈哈哈 你忍不住就 你就要在家里面多做一点 多付出一点 上次看的 那家房子里面装修的那个 你家房子什么时候搬呢 啊 哇 你天啊 这个车都被你开成这个样子 这前面画的 这个是把我植物让开的 啊 他去练手 结果练成这样 在小区里面蹭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又打不着了 那怎么回事 练到第一圈以后 你看 嗯 不亮了 又要闪不亮 刚刚还能亮 啊 刚刚还 哎哎哎 慢慢的 来电了 来电了 要等 这要闪是吧 哎 来来来来 我的天 就这样子吧 就通电之后 它就这样反应 对 第一格呢 第一格呢 打第一格就这样的 哎 现在亮来了 哎 慢慢回 慢慢亮 慢慢亮 你有没有那个 它是亮了以后 估计就是我 刚才也亮过 我推测是不是你电瓶有问题 你打不到火吧 打一下 那你看 你看 没火 你这车上有没有电压的显示 没有 只有这个 这个 这个也不是那个显示 那这个这个不要换 我有车上有那个 我有那个 这车子也 一说也十年了呀 这台车 十年前我跟你一起去提的 这个 这个是车胎 给我去 这边 有电压 看到没 走八点九 正常是多少 低了 十二点 十二点四 是 暂时员十一点几以上才到中 我刚刚打电话到赛夫店 赛夫店也是说 说说是 那个 估计是电瓶的问题 我的我的电压低了 所以就会造成 整个电路系统乱窜 那那那那那肯定是电瓶的问题 把那个前面引擎盖打开 然后 我猜就是 我猜就是电的问题 知道吧 你这个车这么老了 一般 你可能就是电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换了电瓶呢 我上次换电瓶好像是 四五年了 四五年换电瓶 哎呦 两年都要换电瓶了 把电瓶盖 这个是电瓶啊 你肯定没维护吧 没维护 不知道怎么维护 不知道 师傅 我拿给 雨刮 不拿给你修啊 雨刮呀 哎 雨刮吗 我先把这个弄一下 哈哈 我这变成修车师傅 你就拿个班子下来就行 不知道救不救的回来啊 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电瓶 修复的一个工具 就是在坏的时候 或者亏电的时候进行一个养护 可以把那个旧电瓶把它就是激活 它的里面的那个电池的那个 里面元素吧 我曾经用过一次还可以 在这个旧电瓶上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救回来 要不行的话就得换一个新的电瓶 新的电瓶 我们这里 以旧换新的话 就是 三百 三百五左右吧 旧电瓶也收走 三百五 如果你要是 光买那个新电瓶的话 不是以旧换新 就是五百多 这房子都要拆了 这个是雪铁龙 4家 它这是1.6的手动挡 武汉有很多法系车 那法系车我原来也是开法系车 但是我不太喜欢法系车 这是法系车的小毛病特别多 它在漏油啊 发动机已经开始漏油了 完全不怎么去 打理 比车的一个人 我的天 你啊 这 啊 吓死人 男孩子有的喜欢机械东西 有些不喜欢 我就喜欢折腾这些玩意 特别有意思 OK 你们家只有这么大的扳手吗 对啊 就没有小一点的 你家都是粗矿型的 天呐 跟你一样的 粗矿的 戴帽子就是 视频组 再反戴就是 维修工 哈哈哈 这是正极看到没 你这个拿下来以后 这个外面有个招子 他才能拿下来 看到没 对啊 对啊 这拆下来了吗 这是拆下来了吗 我是 这套工具还是蛮全的 那肯定的 再怎么样啊 我们那个架势要 架势要用上 架势要用上的 哎 哎 这个玩意空间真是 着急啊 这真的 我真是浮了气了 这法系车的设计是这么的紧凑吗 对啊 你设计怎么这么变态呀 哈哈 哎呦 所以问一下如果 就是我们开车的过程 经常给手机充电啊 或者说搭载一些别的电器是不是对电瓶都有影响 开的时候可以 那没问题 你停的时候肯定就是会有影响的 那没有啊 我停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了 但是不能停 只要发动机开的时候 它就不会亏电瓶对吧 对 那我那我还真没亏法 我都是开的时候用这些电器 哎呦 终于脚下来了 修成这个样子 哎呦 修成这样 已经没有原来的颜色 铁板 这后面考古 这是铁板 对啊 固定 固定这个电池 再应该没了吧 再可以拿出来了 很重吧 这个 有点重啊 要帮忙吗 不用 不用 大理事 都必须上线了啊 没有维护的 嗯 OKOK就这样吧 这个还蛮好的 有个提手 你看我那个电池不一样 我那个电池里面还加那个振流水 我这是男人版的电池 所以有提手 行 他就用这个拿这个拿上去充 拿你家里面去充 好 好吧 走 我收一下 你看男人就喜欢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大哥 这个大哥在干嘛 啊 你在干嘛呀 修这个车是吧 修车是搬家 差两个酒 哦 搬家了 哎 挺好的 我们要扯腿了 拆迁了 拆迁 有钱啊 有钱 拆迁有钱的 哈哈哈 我们扯二代 扯二代 哈哈哈 你是拆迁 拆迁 你看就是没有楼梯 没有电梯 这 有拆迁有 几楼啊 七楼 七楼 哎 这是 这是老房子 老房子的样子 老房子 上次拍了你的新房 这是在拍下你这家老房 这以后再看不到了 那里面呢 没什么看一下 哎呀好累哦 应该这准备搬家 很乱 哇 这些房子原来也挺大的 需要拖鞋吗 啊 换个鞋 换鞋 换鞋 OK 看一下 两间 一个阳台 一个客厅 哎呦 厨房好大呀 你们家厨房蛮大的 这 零几年的房子 这个厨房就算大的了 那里面 哦 哦 这里是卫生间 卫生间也蛮大的 蛮大呀 你这多多大面积啊 其实正常面是75 哦 建筑面75是吧 刚才这个房子有正常面 哦 都打包了是吧 今天武汉 特别的闷热 昨天下雨了 所以就非常的潮 你们房子楼不楼水啊 叠叠不楼 你看这哪个水子 叠楼吧 你不是叠楼吧 嗯 叠叠楼不楼 那只能不出啊 我买这东西蛮巧 我们这东西干不楼 所以我看到也是 他们领导局的这东西 哦 领导 所以这东西 质量最好 又是又中性又是更好的 上面交楼防水 交楼层 交防水 交隔游 所以我这边房子 我就说我在顶楼 我都没有那种蛮轰的感觉 跟我以前局的顶楼完全感觉 因为楼层也蛮高 那个层高 对吧 绝对不是两米八 毕竟那边个新房子高不了 高些 而且这个 对方又要高 而且平常都两房好难 我觉得满是我觉得 那边点满不通头 嗯 都满不通头 满不通头呢 好 现在 这红的正极 这电线关一下好路 换别的地方呢 好 就这样 电线9.8 然后充满电 自动 有没有空 有 它修复后它就会慢慢充 充12个小时它就会充满 它会有个提示的 这里有个 像手机充电一样的 充满一把就OK了 就蛮简单 插上去就行了 要等它多长时间 它开始修复 你等着吧 以我的经验 一般要10-12个小时 甚至更长一点 好了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 天黑了 天马上黑了 然后这个充电 我们充这个电瓶 我们充了 9个小时 10个小时 还没有充满 但是它已经迫不及待了 什么就先装上去再说吧 先让它能够启动 就行了 干活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天都黑了 我们这才半天了 来 我们看看 通电 好 亮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是12点 12点5 那这个电就很好了 可以了 然后 发灯 试一下 好 哎呀 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 OK啊 OK OK 搞定 谢谢 哇塞 搞得 天都黑了 折腾了 折腾了几点钟 这几点八点了 八点钟了 可以了 可以熄火吧 可以熄火 搞定 就这样结束 好 走 吃 拜拜 好 吃 好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